遠景巡邏發現 左前方有一輛機車 沒有開車燈 上前攔茶 騎士竟然直接汽車 往草叢裡狂奔 女騎士狂跑白米 仍然被逮到 9號晚間7點半左右 雪甲載港派出所的遠景巡邏 發現異狀脊椎逮人 原來年約30歲的女騎士 是逃逸女移工 已經逃了4年多 因為沒開車燈被警方攔茶 說是擔心被遣送回國 才會汽車逃逸 現在跑白米不敵遠景 騎機車追氣 證訊過後 已經被以往移民署專警隊處理